习近平南巡深圳之际,这座东方硅谷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 就在这几日,数字人民币在深圳手册也是抢了不少人的眼球。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随着数字人民币初见端倪,外界都有着怎样的反应。 数字人民币的项目中国已经酝酿许久,从2014年立项到2017年与商业银行正式开始研发, 再到今年年初,央行明确在深圳、苏州、雄安新区、成都以及冬奥会上内部封闭试点, 每一个动作都会引发普罗大众的讨论。 直到项目正式落地深圳,其实一直还伴随着大家的兴奋与质疑。 那么,到底什么是数字人民币呢? 它与已经深入千家万户的支付宝和微信支付有什么区别呢? 首先,数字人民币是人民币,英文称为Digital Currency Electronic Payment,简称DCEP。 因此,是由中国央行发行的法定货币。 这意味着,DCEP有国家信用背书,在中国具有无限法常性, 只要能使用电子支付的地方就不能拒绝接受。 其次,既然是数字货币,那就没有物质实体, 这将大幅度降低发行成本, 从印制、回笼、运输、储藏到防卫技术的研发和迭代。 各环节都可直接省去。 在DCEP时代,纸币将变成一串加密之后的字符, 通过手机上的APP承载。 交易时,通过扫描二维码或者进场通信功能, 就能实现交换。 好了,看到这里,想必大家都想问了, 那DCEP到底和现在已经普及的微信支付和支付宝支付有什么区别呢? 不都是扫一扫,付款走人吗? 其实,区别还是很大的, 只不过在支付环节的用户端, 可能消费者没有感觉到太大的区别。 特别是现在上到大都市,下到小乡村, 可能大家都用上了扫码支付。 但是,微信支付与支付宝仅仅是电子支付公司, 并且由于存在竞争关系, 两者有各自领域的划分。 比如,淘宝就不能用微信支付, 京东就不能用支付宝支付。 但是,DCEP的身份就大大不同, 它的血统来源于货币发行方央行, 是法定货币, 只要是能电子支付的地方, 那就必须接受,否则就是犯法。 其次,它还不用像微信支付宝一样绑定银行账户, 因为它本身就是你的银行账户, 以上两点其实就足以证明数字人民币的地位了。 但是,这还没完, 因为,相比于电子支付, DCEP还有一个无可比拟的优势, 那就是离线支付。 这就一下无限扩大了DCEP的使用场景。 比如,在信号不好的偏远地区, 两天手机都没有网络的时候, 微信和支付宝可能都打不开。 但是,此刻使用DCEP, 两个手机通过进场传输就能完成整个支付过程。 除了功能的强大性, 数字人民币还被唯一以法律层面的重任, 那就是打击洗钱。 这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传统的纸币现金是完全匿名的, 交易双方不会留下交易痕迹, 因此,洗钱、涉孔活动、融资等经常使用现金交易。 但数字人民币就完全不同, 在交易过程中, 是与纸币相似,可以匿名, 只不过央行其实对所有的交易数据都有记录, 随时可以调用。 所以,对于任何的只要是涉及到交易的犯罪, 都会变得有迹可循, 以上都是数字人民币的优势与亮点。 但是,任何科技利器被过度开发后, 或许都会成为一把双刃剑, DCEP也不例外。 随着这个项目的大力推广, 央行一定可以掌握海量的交易数据。 宏观上,可以控制货币量, 制定更精准的宏观经济政策。 微观上,可在扶贫、 赈灾、慈善等具体场景中实现追溯功能, 甚至利用大数据分析, 并且,如上文所讲, 对洗钱和金融诈骗等金融犯罪进行筛查和打击。 但这样一来, 产生的超级央行也可能对居民生活和行为过多干预, 如果没有限制权力的有效制度, 可能导致权力滥用, 对整个社会而言得不偿失。 还有就是, 超级央行也会引发未来中国银行体系一家独大的场面, 因为随着DCEP的到来, 人们直接通过手机软件管理自己的账户, 也不存在实体货币, 所以大家可能完全不再需要现存的商业银行。 久而久之, 商业银行可能会变成空架子, 自身并无造写能力, 那超级央行将有能力掌握全社会交易信息和贷款投放能力, 对其他所有商业银行实施挤出效应, 进而影响其贷款投放能力, 社会融资成本增加, 实体经济, 特别是中小企业主将会受损。 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徐远看来, 数字人民币将开启人类货币体系新纪元。 他对记者说, 多年以后回头看, 2020年会因为两件事情而刻入历史坐标, 一是新冠肺炎疫情, 一是数字货币, 基于对货币底层逻辑和人类社会发展轨迹的理解, 后者的影响可能比前者还要深远得多。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